5月22号下午,被网友称作小居费小邓子琪及小歌后的谭芷云 与父亲在铜锣湾西盛广场出席加盟 GME Trainer签约仪式活动 在现场,老板萧定一在台上也向各媒体接上了司令的情况 并为司令及其父亲举行了签约仪式 父女俩一同正式签约萧定一旗下做歌手 与郑馨仪、胡姓儿、张志玲成为同门师兄妹 作为师姐的钟馨仪特地前来支持小师妹 两人在台上就为大家合唱一首新遗嘱打歌《女神》 迎的众人热烈掌声 小师妹的歌艺让钟馨仪感到非常惊艳 大赞三年这么小就懂得唱歌 自己要多向她学习 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那个Annual Dinner就已经见过她了 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已经唱了一首英文歌 我觉得很好听 真的很奇怪哦 那么小的一个小朋友她已经那么懂唱歌 我都觉得我要向她学习啊 在受访时父亲说 在司令三岁时就发现她的抖音非常好 所以就教她唱歌的方法 从三岁开始我发觉她的抖音很厉害 所以我就打算把我的唱歌的方法交给她了 问及签约歌手后 司令的学业如何安排 父亲也做了回应 没有 时间方面 分配得挺好的 现在 因为我们做节目 做录影的时候 也是在 在周末 暑假方面的时候 做节目 所以读书方面应该没有影响 具相思的 看起来 读书没对 今天有诗在音乐中的诗 谢谢 感谢观看